上百万民众走上香港街头 反对修订逃犯条例 连带要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下台 成为众矢之地的林郑月娥 6月9日沉默一整天 10日上午才召开记者会做出回应 自由时报报导 记者会上林郑月娥先是为修订逃犯条例辩护 表示修订逃犯条例是完善香港法治 香港目前只跟20个国家签署了逃犯移交协议 而包含邻近的中国台湾澳门等在内 却没有刑事司法互助 是制度的一大缺陷 所以才需要修理 对于昨天的游行 林郑月娥坦言自己意识到 香港民众对逃犯条例修订还是抱有疑虑 但她也乐观地表示 民众对重大议题有不同看法很正常 港府将继续密集解说 并接受多个政党提出的建议 包含定期做汇报等等 同时也会让额外人权保障 有法律约束力 并加快跟中国澳门及其他地方签订协议 不过话锋一转 林郑月娥表示 政府能接受民众表达意见 但不能容忍有数百名抗议民众袭击警方 造成警方和媒体记者受伤 之后还爆发流血冲突 她强调这部分之后将会一一进行追究 联合早报也引述香港政务司长张建宗 十日早上的发言指出 凌晨立法会综合大楼周边 有示威者出现冲突及暴力行为 冲击警方及立法会 事件中有三名警员及一名记者受伤 她对此表示遗憾并予以强力谴责 据自由时报报导 从十日凌晨起 香港警方展开强势驱离 使出催泪弹 辣椒水 棍棒等手段 与一百多位冲装立法会民众 爆发流血冲突 到早上六点多为止 约有逾百名示威者在湾仔被捕 最后再被问到抗议民众 要求她下台 她如何回应时 林郑月娥表示 自己上台近两年来 一向以香港的利益为依规 建设香港成为有法治 文明和协包容的地方 并提到自己持续推动经济金融发展 和创科发展的努力都有获得认可 但对于是否辞职已是负责 林郑始终闪烁其词 不愿正面回应 香港上百人6月9号走上街头 反对政府强行修订逃犯条例 主办单位香港民政 在晚上公布共有103万人参与这次示威 是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 香港最大规模的游行 但香港警方却表示 最高峰时仅有24万人参加游行 双方数据相差甚远 面对香港民众的愤怒呐喊 香港政府和北京当局却无视抗议 还认为这是因为有外力因素介入 游行规模才会如此之大 香港01报导对于这场游行 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同时也是现任香港区政协委员的 刘兆佳分析 此次游行规模前所未见 多半是因为外国商会和领事馆 等日前接连对逃犯条例 修订表达意见 进而引发港人担忧 才会有这么多人走上街头 然而近来 中美之间的贸易及政治角力激烈 他认为香港在这个时间点 出现前所未见的大型游行示威 只会让北京对香港成为西方势力 危害中国国安更加提高警觉 特别是北京之前 已表示过对修订条例的支持 显示这件事已经升级到 国家安全国家荣誉的层次 这意味着无论游行规模有多大 北京和特区政府应该都不会做出让步 刘正佳的说法 在中共官媒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评论 苹果日报引述中国日报英文版的评论文章指出 修改逃犯条例才能强化香港法治案司法体系 但有些香港居民被反对派阵营 和其外国结盟势力矛骗 他们不知道反对派 把他们当作筹码 透过破坏特区政府的威信和名声 来获得政治利益 不过文中并未点名所谓的外部势力 来自何方 另一方面立场一项鹰派的环球时报 则是话中带话的影射 美国加拿大与英国近来与香港反对派加强互动 更直指美国华府插手香港事务 认为美国疑似把香港当作美中博弈的一个筹码 以损毁香港的稳定繁荣为手段来遏制中国发展 文章的最后还强调 修订逃犯条例的目的是正当的 反对派与外国势力的勾结 都是些无聊的泡沫 香港未来的方向不是他们所能挟持的 文章似乎也预示了 接下来北京和香港政府的强硬态度 超过百万香港人走上街头 抗议修订逃犯条例 但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却无动于衷 在6月10日上午召开记者会时 表示前一天的大游行能有这么多人上街 就是香港还很自由的证据 坚持修法的立场不退让妥协 并强势下令要在6月12日进入二读 在意识到上百万人上街 也无法让当局收回成名之后 目前已经有香港民众在网络呼吁 要在12日立法会二读 逃犯条例修正草案当天罢工 自由时报报导 这项呼吁目前已经获得了部分商家的响应 像是香港客货车APPCOFOVAN宣布 将从12日起停止运作 并呼吁各商家加入罢工的行列 这项讯息在10日早上发布 到下午4点时 已经获得超过1万人点赞 2000多次分享 毛记电视100毛创办人林日希 也在脸书宣布 12日公司停运一天 她在贴文中写道 常常会想很多事情 像是反对游行等等 做了有没有用 但她说就算这次罢工 可能也没有实际效果 她也不想再思考成效问题 只希望香港能过得好 另外香港01报导 位于观塘中医诊所 玄湖善学堂也宣布 在逃犯条例二读前 有每位医生和同事自行决定是否罢工 诊所也不保证这几天是否有同事能接听电话回应查询 强调如果诊疗等候时间受影响 病患应该出来向践踏市民意愿 危害各位安危的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追究 最后该诊所也呼吁各公司机构和个人 勇于采取类似行动回应港府的行为 另外香港艺术家工会也加入罢工行列 该组织在网络上呼吁全香港的艺术家加入罢工 包含停止开会应酬交货 以便支援任何行动 而拥有超过一万名粉丝的青春公益 也在网络上宣布12日当天罢工 店家在声明中指出 6月12日是背水一战 政府一日未撤回条例 艺术家一日未得安宁 如果6月12日耳读通过会及时三读 各大行业已经有先锋带头 全港市民同心罢工罢课罢市 以便支援反送中行动 根据了解目前已经有数十间商家加入罢工 还有自愿者制作图片呼吁罢工罢课 还有人自制表格收集罢工罢试的店铺名单 希望罢工能够延续游行的声势 制止送中条例的通过 香港特区政府无视百万民众的反送中游行抗议 坚持如期在6月12日把逃犯条例修订 送交立法会二读 苹果日报报导立法会主席梁军燕表示 草案12日恢复二读 有22名议员提出258项修订 他批准了其中153项 相关草案一旦完成二读和三读 就会落实执行 香港民众为了表达愤怒 除了各行各业发起12日罢课罢工之外 还发起当天在政府总部大楼前举行 一人正总野餐行动 建议大家放假外出吸收新鲜空气 如果要免费欣赏维多利亚港景色 在出自著名建筑师手笔的 郑总门常开下拍照 奸想大片草地 天马公园是不二之选 根据了解网友此举 是为了规避香港公安条例的规定 条例指出凡有三人以上聚集 并作出扰乱秩序 带有威吓性 侮辱性或挑拨性的行为 意图导致他人认为该集结 会破坏社会安宁 或害怕他们会借此 激使他人破坏社会安宁 极数非法集结 正因如此活动网页一再强调 这个一人正宗野餐的行动 是一人成行 但到场可以认识朋友 甚至有网友表示 12日当天天气炎热 担心车辆会在隧道 或其他地方刚好抛锚 相关言论一出 随即有大批网友响应 显然随着逃犯条例二读的日子逼近 香港民众的自发心和创意 也更加活跃 示威游行的人数多寡 也像是政治敏感指标 特别是一些可信度高的国际传媒机构 处理相关报导时更是特别谨慎 不过法广观察到 多家国际媒体在报导6月9号的 香港反送中游行时 都罕见的采用了主办单位民政所公布的103万人 并将警方的估计数字放到次要的位置 其中包括彭博、CNN以及法新社在内 更采用百万人来作为报导的标题 彭博的标题是 香港反送中示威有接近100万人参加 法新社英文版的标题是 百万游行香港大规模的反中国引渡法示威 CNN的标题则是 主办单位称逾100万人上街反对中国的引渡法 纽约时报在稍早前的报导 主办单位称有百万人上街示威 标题也使用上百万人的数字 法广分析 过去国际传媒在处理香港大规模群众事件时 都特别谨慎 像是纽约时报报导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烛光悼念晚会时指出 主办单位估计有18万人参加 警方则说最多只有3.7万人参加 不过在报导9号的示威大游行时 一些国际传媒就算标题没有百万人的字眼 但也罕见地强调主办单位估计的数字 像是华尔街日报的报导 附题就用上了百万人的数字 并在第二段的报导指出 游行人数之多 主办单位估计超过100万支谱 也就是每7个人之中 就有一个香港人参加游行 反映了北京对香港管制的权威 面对多年来的最大挑战 华尔街日报更在标题形容 这是香港人最后的抗争 一旨一旦逃犯条例修订案得到通过 居住在香港的人都活在被引渡回中国受损的阴影下 日后无惧走出来的以言行反对中国的施政 可能需要经过更谨慎的考虑 经济学人则在每日简讯中的报导第一段中指出 估计有100万人走上香港街头抗议政府的引渡条例草案 而通篇报导并未提到警方的数字 英国金融时报的标题则是 香港示威者塞满了大街小巷抗议引渡法 副提示警方说24万人参加 但主办单位称超过100万人出来示威 至于德国之声报导的第一段是 香港举行反对引渡中国条例的大规模游行当中 警方跟示威者发生冲突 主办单位表示超过100万人参加示威 报导一直到第五段才提到警方估计的24万数字 新闻时事报记者刘欣整理报导 香港修订逃犯条例引发民众不安 昨天百万人参加反送中大游行 但是面对民怨沸腾 不仅香港特区政府精彩立场不退让 北京当局也痛批反送中游行 是外部势力干预的结果 苹果日报报导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时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香港特区政府从2月以来 已就修改条例广泛听取各界意见 并两次做出调整 所以中央政府会继续坚定支持 特区政府推进修订条例工作 同时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 干预香港立法事务的错误言行 不过耿爽在被问到外部势力 值得是哪些国家时 并未做出明确回应 另外耿爽也针对外界预估的 百万游行者数字表达意见 他说特区政府的游行预估人数 并非100万 而是比100万少的许多的数字 强调所谓哪个数字大 哪个数字多 就代表民意的说法 很没有说服力 不过他又表示 目前已有80多万名香港市民 参加保工一称 修例大联盟活动 未来数字将会继续增长 强调这充分说明 香港主流民意支持 特区政府的修例工作 最后耿爽表示 香港回归后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的方针 都有确实落实 香港民众的各项合法权益 也得到充分保障 因此他不明白 所谓一国两制 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的说法 从何而来 另一方面 王丹十日也在他的脸书 粉丝专页表示 2003年香港人抗议 基本法第23条立法时 有50万人走上街头 时任中共领导人的江泽民 下令推迟立法 以时间换取空间 慢慢分化渗透香港 反观球日的反送中游行 规模是七一游行的一倍大 全球表达关切 但北京当局仍下令 特区政府修法 完全不顾名义 他认为百万人的愤怒 最终会让中共付出代价 并反奉习近平不懂这个道理 这么傻 真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调访问俄罗斯 引起外界关注 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 普京与习近平会晤 不免让人认为 这是打算联俄抗美 连横合纵 自由时报引述 资程会计事务所 亚太区及大中华区主席 赵伯基表示 美洲贸易战是促成中俄经济合作 更密切的因素之一 不过回顾中俄两国关系 近年无论在地缘政治 经济利益等区域里 其实不无矛盾 俄罗斯到底是不是 中国值得信赖的真兄弟呢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 习近平这次访俄 双方一口气签了两份联合声明 可见收获不小 然而尽管中俄在国际舞台上 拥抱起舞 但背后其实有不少矛盾 就地缘政治来说 俄罗斯是中亚地区为势力范围 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六大经济走廊中 有两条通道将经过中亚国家 这等于是与俄罗斯竞争地缘影响力 另外中俄两国在部分贸易领域上 也存在竞争 例如俄罗斯是中亚及非洲的 主要武器供应商 但中国想借由一带一路 开拓这些地区的市场 便让俄国产生利益受挑战的忧虑 曾经有政治观察家形容 中俄其实只是一种策略性结盟 由于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 因此需与中国结盟 应对当前困难 而中方则是希望联合俄罗斯 共同打贸易战 俄罗斯知名政治学者索洛维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中共仅是俄罗斯的伙伴 而绝非盟友 双方彼此利用相互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 纽约时报报导 普京在习近平离开之后 被问及中美贸易战 俄罗斯支持谁时 竟然以坐山观虎斗来形容 看样子中俄策略性结盟尚未稳固 能否撼动美国仍是一个问号 况且俄罗斯去年GDP 大约只有1.647万亿美元 西方社会普遍都不看好俄罗斯经济 俄国在经贸上 到底能帮助中国多少 外界都在看 如何购买明镜周边商店产品呢 我们为您制作了这份视频指南 如果您对购买方式疑问 欢迎随时联系明镜纽约小编推特号 atmjtveditorny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香港反送中游行 集结50万人上街示威 受到国际关注 流亡在台湾的香港 同龙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也提醒 送中条例不只对香港人有影响 对外国人台湾人也会有影响 台湾人不论旅游还是过境 每年访问香港人次超过150万 逃犯条例修订一旦通过 不论是在港居民还是访问旅客 都可能被香港警察逮捕 并移交中国 有学者坦言 在北京当局视台独为恶势力的情况下 台湾恐怕有八成以上民众 连过境香港都得提心吊胆 随时可能被送到中国受审 响应反送中游行 同一时间有将近100名在台港生 集结在香港经贸文化办事处 包括目前流亡台湾的林荣基 他至此时提醒台湾人 不要以为送中条例影响的只是香港 其实是全部的外国人 你只要在网路上发表过一些文章 或参加一些座谈或游行 中国就可能说你违法 在香港就能把你抓回中国审判 他表示原本香港还有个基本法 相对能保障香港自治 但如果送中条例通过 香港等于实质上沦为中国统治下城市 一国两制根本不存在 同时感叹中国多次违背对香港的承诺 很多台湾人却还在期待跟中国签和平协议 实在很荒谬 大批香港民众走上街头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丁允公表示 这是所有人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也认为香港人民的心声应该被尊重 丁允公引述台湾总统蔡英文说法 强调港人民义已经清楚显示 非民主体制不为人民所接受 一国两制也已经证明不可行 更不会是台湾人民的选项 根据苹果日报 这次港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 不但让一国两制沦为虚设 港人拥有的司法独立与无罪推定等审判权 也被严重破坏 在港府锁定的新移交规范下 只要被北京认定犯罪并发布通缉 就可能在香港被捕并移交中国受审 就算只是在香港转机都有风险 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律师指出 影响层面不只是政治 像李明哲只是因为网络言论 就被中国政府起诉 在中国连账簿没放在公司或是工厂办公室 也算犯罪 台商难免曾和合资的中国公司有纠纷 修法一旦通过 未来台商出入境香港都有风险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也表示 按照中国法律 任何被扣上台独帽子的人都算犯罪 日后只要过境香港都可能被移交受审 台湾律师吕秋远也提醒 这场反送中大游行其实也和台湾息息相关 因为如果曾在网路上骂过中国 支持过台独 就得小心中国政府的反国家分裂法 他进一步解释 反送中游行针对的是逃犯条例 港府宣称会修法 其实是因为去年一名香港男子 在台涉嫌谋杀女友后返回香港 但因为港台之间没有引渡协议 无法将他送回台湾受审 因此要修法 日后才能规范潜逃到香港的逃犯 是否需要移交他国 但因为逃犯条例不适用中国台湾及澳门 政府因此打算取消限制 把审议移交逃犯权利 从立法会转给香港特首 再由法庭做出最终决定 不过港人担心如果是这样修改 未来可能会有罪犯被移交中国审判 但香港人无法相信中国司法 担心中国未来会强行引渡 他们自己认为有罪的人 而且在目前还没有逃犯条例的情况下 战中安的判决就已经如此不利港人 更不敢想象未来要引渡到中国的结果 如果连在香港发文骂中国都能被认定是港独 移交中国审判 未来法条通过以后 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 台湾人更不能置身事外 因为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而发动的香港反送中大游行 引发全球媒体关注 香港在地媒体更派出大量人力以多元角度报道 这场规模浩大的游行 这场由香港泛民派发起的反送中大游行 出动香港民众近年来对一国两制逐渐偏离两制 倒向一国的现状及深层忧虑 加上六四三十周年的效应 导致参加油行的香港民众超乎外界预期 根据发起游行的明镇表示 现场共有103万人参与游行 打破2003年71大游行记录 香港警方当天傍晚则说 已离开维多利亚公园的时间点计算 约有15万3千人 到晚间则表示参与游行最高峰时有24万人 发广整理报道包含香港01 香港苹果日报在内等港媒 都在官网开辟即时报道专栏 不是现场实况转播游行影像 就是以高频率发布短片快速更新 而多数港媒更是从下午到晚间 都不断追踪现场情况 发布即时文字报道 另外在YouTube等影音平台上 除了媒体上传的游行实况之外 也有自媒体工作者 及参与游行的香港民众 上传游行影片并发表感言 然而下方的留言当中 除了表达支持外 也出现了不少中国网民 极具针对性的挑衅留言 另一方面 亲北京香港媒体 虽然也针对游行内容概述报道 但像是亲北京的大公网 文汇网等媒体 虽然也对游行过程进行追踪报道 却反复的凸显香港日前发生的 投植汽油弹事件 并对侵犯民团体 做出山货恐慌 煽动全家上街 险恶独招的指控 同时采访多名 亲北京人士 对这场游行的批评 此外 这些亲北京港媒也大幅报道 亲北京人士组成的 保工一称修例大联盟 在9日下午宣布 已有73万名香港民众 联署支持修订逃犯条例的消息 并指这项法律得到香港主流民意的支持 香港媒体分成两派报道 但在中国相关消息却全被噤声 中央社整理报道 包含人民日报 新华社央视新闻等主要媒体的新闻早报 大多报道的包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出访吉尔吉斯与塔吉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 刚要出版发行 端午期间输运于旅游概况 中国高考结束 华南强降雨等 与反送中大游行毫无关联的新闻 10日上午当台湾及国际媒体持续报道 有关香港游行冲突及清场等新闻时 中国媒体则将报道重点 放在9日晚间吉林发生的2.3级矿震 造成9死时伤 在对反送中游行的一片噤声当中 唯一打破沉默的是中国官媒环球时报 该报针对香港游行发表了一篇题为 反对派勾结西方撼动不了香港大局的社评 文章强调逃犯条例修订 本是一项正常的特区立法活动 却被反对派和国际上支持他们的力量 进行了严重的政治化炒作 甚至亦有所指的点名 美国这一阵子对插手香港事务表现的相当活跃 显然是在暗示反送中大游行 遭到外国势力的煽动和干预 我一直有一个念想 这个念想就是 怎么把遍布在世界各地的 就是把他们的思想 把他们的价值观能够更好地呈现出来 而这种呈现不是像社交媒体现在是这样的 杂乱无章 所以怎么建立一个 建不论算是 弄自由 这么一种宽度 同时呢 又让他们的思想上的品质 能够得到一个保障 这就是我建明镜电视平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想有一个思想观点交流的这个集散地 这些人才的思想得以表达 这些人的知名度也因此得以增加 是否成为了一个新的电视台 叫明镜大家台 这个大家台 就是让大家来参与 一起来建设这个明镜 那我们现在准备有这么一个新的开始 明镜大台 明镜大台